那系上帶給我的技能跟軟失禮是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自主學習 最重要的就是自主學習 因為醫學常常就是在更新 所以你要找到最新的證據來為你講的話做背書 那甚至自主學習有可能是因為上課內容真的非常多 你可能在老師課堂中沒辦法一次講完 你都得自己再自己唸一次 所以自主學習是一個終身也需要的能力 那在系上真的是帶給我很多這樣的警惕 不要只依靠老師的教學 這個就是前額頁特訓班 大家就知道我們的考試是很多 然後內容也很多 那長期念然後沒有重複念的話 其實很容易忘記 所以很多人都選擇在考前一個禮拜 或是甚至前三天再開始狂念猛念 一天練個12個小時左右 那前額頁是專門負責我們短期記憶的地方 所以你要準備考試的話 你的前額頁真的會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刺激 然後可以把很多事情都記下來 可是這些東西 通常只能記個大概四五小時 然後考完試就開始光光光 那個半摔期是非常非常短的 可是因為也這樣的狀況 我們前額頁都是非常的厲害 然後第三個是橫善的連結 那除了我覺得剛剛大家有看到 列了非常多的科目之外 其實每個科之間是很零散的 他們的專業都不太相同 可是我覺得利用我們學校去斷的方式 就是今天學的是心血管系統 今天學的是呼吸系統 今天學的是泌尿系統 今天學的是骨骼系統 那這樣子在每一個科之間 他把心血管的疾病 然後心血管的X光長怎樣 心血管的CT長怎樣 心血管的抽血檢長怎樣 全部一起融合在一起 那把各個科子專業融合之下 我們可以對一個疾病更為的了解 那我覺得在系上有這樣的橫向連結 是一個非常有助於認識全貌的一個方式 對 所以在橫向連結上 我覺得是一個 自己第一次初學者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但是今天是由經驗的醫師跟你分享的話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學習方法 那最後一個就是 醫學系訓練出來的思考邏輯 就應該要是 就會是一步一步排除 然後是有證據的來講話的 所以你講話會比較少 喔他應該是流感 他大概是流感 你或許得了流感 這種很不負責任講法的事情 在醫學系的訓練之下 相信會有很大的改變 你的講話或是一個有根據 然後有所本的一個講法 那怎麼樣的人適合醫學系呢 我覺得如果這些 當然我覺得這些不是一定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進來之後 再開始慢慢培養這些特質 可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是 完全不一樣的話 可能真的要想一下 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沒門你偏要鑽 那你鑽竟然真的會很痛苦 很多人會說 我自然科不好 是不是不方便念醫學系 不過我覺得沒有那麼絕對 因為高中自然科包含了 物理化學生物跟地科這四個 可是其實除了生物之外 其他幾個對於醫學系沒有那麼重要 甚至你生物很好 也不在意外你 你念醫學系很適合 因為生物包含了植物 動物還有生態環境等等 可是在醫學系中 我們只關心的是人 你人體的調控 你人體的結構等等 所以如果你今天 這幾個自然科都不在高中沒有 很特別接觸的表現 我覺得也不用擔心 因為真正在乎 因為真正有相關的 不是你的自然科過去的表現 當然你過去的自然科表現好 也代表你的邏輯可能會比較好 或是你對這科有特別特別多的認識 那在這些醫學課程中 你可以理解比較快速 可是你就算你理解快速 或是你真的不擅長 也都沒關係 因為醫學系最重要的其實還是過目不忘 也就是你的記憶力的能力 在我們的考試中 不只150題 甚至可能會有收到170題 180題 那每一題都是非常的少 那為什麼會有150題這種狀況呢 因為我們的考試可能是一堂課就分配3題 那我們上的課非常的多 內容非常的複雜 而繁雜 所以我們通常只是把它看過背下來 有這個狀況 那把它背下來就去考試了 然後能記多少 你就是未來再重複 遇到這樣的病人的時候 再開始從你的腦袋開始來 欸我以前見過這個東西 真的把它開始慢慢記下來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天賦一品 記憶力特別好的人的話 歡迎你來念醫學系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一個苟且偷生 想要苟且偷生的凡人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不求聖節 你可以得過且過 好像覺得 喔不用現在一定要把這件事搞到透徹 我只要有一個印象 那未來再碰到的時候 我知道這個印象在哪裡 我可以再針對這個印象去翻書的話 我覺得這種人也非常適合念醫學系 因為我自己就是這種人 我就覺得我現在把它記起來的話 我的長期記憶沒有那麼好 那如果我的短期記憶 可以讓我輸出一點變成長期記憶的話 我覺得就很足夠了 所以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通常就是記得 喔這個東西我有曾經上過 它最主要的特色是什麼 它什麼時候會死人 因為我覺得碰到死人這件事情 就是特別的不應該而且麻煩 所以我會記得最重要的狀況 當我遇到的時候 我就去特別注意 那我要去從哪邊去得到更多的資訊 這是我學習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得過且過不求聖節的人 那就是但是還是可以在醫學系中 順利的生存下去 那最後一個還可以是 你要是一個能忍受孤獨的人 就是在讀書 在一到四年級學習的事情 真的是有很多的時間要自己念書 就算大家聚在一起 可以一起念好像比較專心 可是當你要把這些知識給記起來的時候 還是要回到自己一個人 耐著住性子這樣子 所以你在念書的時光其實是很孤獨的 你要能忍受這樣的寂寞 你在比較適合你學習 對而且這寂寞不是少數 不是很多數時間都要這樣子 那我覺得當你過了學生這個階段之後 要成為一個醫生的話 我覺得是 你要是一個能夠做決定的人 因為你掌握一個人的命運 你今天在考慮他用A要還是B要的時候 他可能就已經快要 快過世了 那你今天如果是能夠做決定的話 你要能果斷的下決定 為他決定他的命運 我覺得這是需要練習 跟一個跟一定的個性上的 果斷的人才能做得到的事情 那第二個是 你要能尊重不同的決定 因為有些人就是害怕手術 有些人宗教的問題就是不想要捐血 有些人就是希望死留全屍 所以不想要捐贈 那還有一些人就是 不把所有資源運動到完 是不會放棄 所以他不想要放棄急救 我覺得根據每個醫生的專業 跟每個醫生的經驗 他會有不同 對於這些問題有不一樣的想法 或是有不一樣的考量 可是我覺得作為一個醫生 就是你要尊重不同的決定 那你就算不想要這樣 那你就要換一個方法 幫他去做新的 策略或是新的醫療計劃 但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不太能尊重別人決定的人 我覺得 你可以試著練習 去尊重別人 他想要做什麼 那甚至不要去干擾他 或是想要去干預他 直接的告訴他 說你這樣子做不好 那我覺得這是 也是要練習的一個特質 那在醫學系的未來出入 其實很明確的 最常見就是醫生 就是在 你不論是在診所也好 或是在大醫院也好 那你作為一個醫生 做一個醫學系就是當醫生 那這是一個很明確的道路 那我也想 這是也是 我當時念醫學系最主要原因 就是 我很懶得去想我未來想要幹嘛 那我就選擇一個很明確的道路 讓我去 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去實踐 這是我念醫學系的目的 那如果今天也很熱門的 你也可以當一個政客 或是你今天想要當作家 我覺得當醫生有非常多作家的比例 是因為 醫學的範圍非常的好看 你有非常多題材可以寫 如果你是在安寧照護中 你得到的心靈的 慰藉或是改變 你可以安慰別人 或是你在醫學常遇到一些趣事 比如說 你遇到一個很有趣的病人 他的故事非常的有趣 你也可以把它寫出來 跟大家分享 對 或是你可以當企業家 比如說有一些補習班老師 他是曾經是醫師 或者是 有些醫師 因為他有一些理工方面的背景 他把醫師跟理工作為一個結合 那發明了一些器材 那都是一些很好的出路 對 所以醫學系他不會只侷限在醫生而已 他也是有很多的出路可以選擇的 在醫學系的話 有一些科系 最常被混淆的就是亞裔系 那我們來看看醫學系跟亞裔系有什麼不同 那醫學系跟亞裔系 因為在改制之後 我們都是念六年 那這差不多 那在PGY的話 我們也都是當兩年 那第一個不同點就是說 亞裔系的PGY 他兩年都可以抵為住院醫師 可是醫學系的話 PGY只能在PGY2的時候抵第一年的住院醫師 那也不是每一個科都能抵 目前只有一些大內科大外科科系 讓你這樣子去做抵念 所以在生涯的發展上 醫學系的發展 往後住院醫師總醫師 跟組織醫師的這個流程 就是會比亞裔系慢的一到兩年 那在一開始前面的學習的話 一到四年級我們學習基礎醫學的部分 其實差不多的 解剖生理要理 那些都是學的差不多 可是當我們學到臨床醫學 就是那些疾病的時候 醫學系要學習全身的疾病 也就是剛剛列出那些表格 大家都要去學習 可是在亞裔系的話 比較專精於頭頸部的疾病 比如說牙齒咬合不振 頭頸部的癌症等等 他們比較專精於頭頸部的位置 在醫學系的話 我們在學不太強調手作 就是我們頂多就是做大體解剖實驗 跟做一些老鼠實驗而已 我們不會強調太多手作 而是強調在剛剛那個 thinking process 的建立為主 在亞裔系的話 他們除了要訓練他們的思考流程之外 他們還要訓練他們的手藝 比如說他們要掉顆牙齒 或是做一些模型等等 這都是跟他們未來開業有很大的關係 那最後一個不同點就是 醫學系後 在成為醫生之後 你的科技的選擇很多 你可以成為一個心臟科醫師 呼吸科醫師 或是你想成為一個復健醫師 你的初度選擇會比較多元 可是牙醫系的話就比較少 通常是跟口腔相關 可能是拔牙 或是做牙套 或是跟口腔病理相關的醫師 基本上就是跟口腔脫離不了關係 所以他在未來選擇上會比較少 每次都問我說 欸你要走什麼科 那個醫美很賺錢 你就去當醫美 以後來幫我打個針 讓我可以變得很年輕很漂亮 或者說 欸 耳鼻歐科很輕鬆 好像朝嘴巴噴個藥 然後就可以叫下一位了 我覺得在我還沒有 在我還在一到四年級的時間 問我這個問題的話 會覺得很納悶 就是說 這位同學 你真的知道醫學有很多科嗎 比如說這個圖片 就是我們馬接醫院的掛號表 就是你看這個表就非常的多了 或是其實這些表就可以對 我剛剛提到的那些課程 課程那麼多 科別那麼多 每一個科都有自己的特色跟他的專業 那在我還不通盤了解各個科之前 我這麼有把握說 欸我就是只對這個科有興趣 那我怎麼有辦法去排除我不喜歡的科呢 對不對 那我覺得在這些科別眾多的狀況下 我真的沒辦法確定我喜歡哪一科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通常都是我說我不知道 或是我還在探索我的興趣中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的考量是會改變的 有很多人說 喔我以後想要當一個外科醫生 可是結果真的到了外科之後 才發現那個生活非常的 呃 公時非常的長 然後非常不固定 但是考量都會有改變 或是說 喔我想要當一個皮膚科醫生 可是如果每天都在看一些 皮膚狀況很糟的人的話 那心情也是會有受到影響 所以在 可能在以前的考量 就會只覺得醫學 當醫生的考量 好像就只是為了錢 可是當然 到了 到了真的開始進入臨場長一才發現 再也有很多的考量是會改變的 比如說 我想要獲得 呃生活品質啊 或是我每天想要看的病人樣態 都會成為考量的改變的一個要素 所以當然是說 要看完多數課節之後 才能找出自己的興趣 或是能排出自己不喜歡的課別 所以不要再問說 醫學生你想要走哪一個課了 因為在一到四年級的狀況下 他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課 也不知道真實的臨床腰保障怎樣 真的很難給你回答 私沒有想過 能 diferhen Isimutosh favorite友課 我們在這裡 感谢观看